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新闻说 瞄准总统大位 柯文哲正在筹筑国政智囊团 那目前已经有重量级人士出面 要帮柯文哲筹筑了 那这个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晚宴有14位台湾企业董事长 罕见出席力庭 被外界解读为选边站跟柯友友 你知道其中第一个是谁吗 那个蔡 做主桌的人 是蔡衍明吗 对 旺旺的蔡衍明先生 看起来应该是国政智囊团的其中一 首席啊 首席哦 然后要跟你们民进党策略联盟合作了 一国两制智囊团 这是什么 一国两制团 这是什么 然后这里又说 目前柯P先维持超越蓝绿的基调 不会特别表态 白绿盒或白蓝盒 一切静观其变 哇 他也可以白绿盒 也可以白蓝盒 哇 这真的是路线真宽广 不好意思 其实可以已经看到 柯文哲 他这一次的双城论坛 对台湾这些大企业家 其实上是对他这个可以说是支持他的 在这边 明年 下赌注了 明年是一个非常关键 我们去看这个历史上 只要是逢九 尾数是九的那一年 对 2019 都是大变动 明年是什么呢 明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 1949 是台美断交四十周年 1979 1979 也是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 然后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 1989 所以你看每次逢九 其实这个我们还 我们在看1959年是大人民公社 叫人中国的天灾 对 所以其实逢这个 我们那不是 我们这个不是什么新作节目 是什么什么 谈什么算命的 推背 但是你知道这个逢九 这个都是一个变动 四平大四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明年是很关键 我觉得其实刚才秀宏讲了 这个是一个 明年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大 特别是中美的问题 中国现在中美贸易大战 所以大概没时间管台湾 否则真的我觉得 蔡政府现在真的是很危险 那你今天明年 然后明年每天国民党就说 你看你两岸关系搞不好搞不好 那你台美关系搞得很好 你也不敢讲 那你那你那你 我想想看那你永远是被人家看衰 而且现在全世界都要看衰中国 对 那你们蔡英文 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唱衰中国 你只要把中国大陆的 很简单啦 每天就告诉那个中国 现在珠瘟的问题嘛 你真的需要 你真的希望中国的珠瘟到台湾来吗 为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 对内凝聚的一个说辞 结果只是一句话 我们要捍卫我们的乳肉饭 没了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 可以操作的议题 不去操作 然后被别人一直在得分 所以难怪嘛 你失去了你话语权嘛 是 是 你